最近SP关于好郁闷呢 被许十万变着发的虐杀毫无还手之力 本期视频分享给大家吕布双虚弱群攻 再给大家详细解析许优体系 一起来看飞降攻 全网爆火的许优黑科技阵容 以收入合集 点赞收藏 欢迎私聊投稿 游戏玩不好 喜欢凑热闹 大家好 我是本人兵糖葫芦 阵容来源15区 狼牙飞降 直接来看战法搭配 加点SP袁绍一速剩余桶 吕布全武力 许优半制半桶 战法替换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给袁绍替换打伤害的战法 它的作用主要是控场辅助吕布 可以给许优带整装 SP袁绍带飞弓和进化 吕布没有中勇可以带速成 阵容的搭配思路 以许优的降维特点为搭配中心 搭配吕布带中勇提高天下无双的稳定性爆发力和自身的生存能力 再搭配暴力无人混乱对手自残加速打掉破绽 许优搭配非攻续航和紧帆军补伤害下陷 袁绍搭配草船为吕布解控同时补防御 再搭配威谋控场 同时还可能和破绽点完后的虚弱连动出叛逃伤害 无论是许优加吕布还是加太史词都可以统称为许优体系 由许优给敌对武将加破绽 再由连续普攻的武将打掉破绽 从而降低对方属性 增加异伤再虚弱控制 这些连动主要为了克制慢速队 第三名辅助武将的不同 对阵容的打击面多少会有些影响 在之前的阵容中 我们分享过董白、貂蝉、佐磁 SP袁绍的特点跟貂蝉类似 同样是控制 主要针对的则是突击 阵容的打击面会扩大到 虎尘旗或者虎尘弓等突击阵容 但依然会怕不受缴械控制的 三世旅或者冤旗、辽机旗 这一点不如佐磁 非将功的经验包主要是各种 宗慢速的枪兵 比如狗关系列、无枪、各种鼠枪 阵容的劣势除了上面提到的 防脚械的突击队外 所有吕布韦主输出位的弓兵 都会怕藤甲 大部分盾兵也都不好打 能赢可能也是高损 我们下期见